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料理 还有抽奖活动 欢迎朋友们 这回来到老耶 今天的直播是与台湾好田相互原汁合作的 所以只要朋友们完成指令 就可以参加抽奖哦 奖品就是我们这个一盒 台湾好田的凤梨舒畅发酵液 这个一共有五个名额 欢迎朋友们有约参加 那这个 有看我那个算是公告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是从九点延到十点哦 因为小杰今天跑去吃大餐了哦 所以呢吃完大餐的时候呢 肚子有时候啊就会有一些的 那个就是算消化不良啊 这时候就可以来喝我们的这个 哦 凤梨舒畅消化发酵液 它这个呢可以 帮助我们就是 腹脏脏气然后消化不良 改善哦改善 那这个呢很方便喝你打开来之后啊 可以加水喝然后也可以直接喝哦 它这个是整颗凤梨下去做发酵的 包括那个凤梨叶哦 凤梨皮还有中间的果肉 然后加黑糖 那我现在这个呢 现在这一杯啊里面啊 我里面加了香萌哦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倒在那个里面 哦有一些些的甜 它是来自于那个黑糖的那个甜甜味哦 好喝了之后呢果然解油蜜哦 那我把它盖子盖起来 这个啊一共有五个名额 那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同月参加哦 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哦 要用我们这个香萌原汁 这个一样哦也是整颗香萌哦 香萌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哦 它比柠檬小然后比荆棘大 它植化素特别高 那什么是植化素 其实就是它的抗氧化 抗氧化的程度哦 那我们就是平常呢 可以把它就是加在开水里面喝 那我们今天呢要拿它来露菜 那今天要做什么菜呢 今天啊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应该有吃到那个螃蟹了吧 对吧 螃蟹出完之后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乌鱼 乌鱼呢这个小姐啊买的是半条 我今天其实本来要买用那个乌鱼飘啊 好乌鱼飘 乌鱼飘 反正就是一个就是高蛋白的那个 食材哦 可是因为那个不好买 买不到 所以呢我就敢用这个乌鱼 乌鱼的肉 那什么是乌鱼 乌鱼其实呢就是我们做那个乌鱼籽啊 乌鱼籽挖下来之后呢剩下的鱼生啊 那这个鱼生呢其实也很营养哦 那其实也很便宜 我们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呢 不夸张 这个半条呢大概就是一个手臂的长度了哦 这样才多少钱才130哦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划算哦 如果你喜欢吃鱼肉的话呢 它本身呢的那个肉质啊也不错吃也很好 那我们今天呢搭配我们的那个蒜苗 蒜苗呢我们准备的是两根的量 然后还有一些的香菜 那包香材料的部分呢我们准备的啊 是这个就是蒜头 我们去除外膜 然后这个是老姜哦 我们把外面的皮呢去掉之后啊把它切成片 那一颗的那个洋葱 那洋葱的量呢我们可以适量哦 着量去那个就是添加哦 那调味料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酱油 然后我们的香红 还有我们的豆瓣酱哦 大概就这几个主要的材料 先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 Ali晚上好哦 对乌鱼真的便宜又营养哦 可以哦 还可以摄取到好的鱼油哦 哦 我一直以为鱼油呢是那个就是深海 哎其实虱目鱼好像也有哦 哦对对对 所以那个乌鱼的话呢 肯定也有好的鱼哦 够肥哦 冬天快到了啊 鱼呢通常都会吃的比较肥嘟嘟哦 对 看一下哦 哎印西晚上好哦 哦 玉米晚上好 今天对小姐跑去吃好料了哦 所以有比较晚 哈还早开了两分 只能怪那个时间哦 太那个不太准哦 哎秀菌晚上好哦 好 那我们呢现在就是准备一个炒锅 我们先来爆香我们的那个辛香料 好 我们拿一个炒锅 我先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好像有点点炒哦 这样应该就安静多了 然后在锅里面呢先倒入适量的油 然后趁那个温度还没有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的爆香材料放进来 姜片 大概就是 这些 然后呢这个是蒜头哦 蒜头我们有稍微把它拍扁 大概是六克的量 那这个太厚了我们就没放进去了哦 那羊醋的部分呢 这边是一颗哦 我们放半颗进来就可以了 吃宵夜了哦 没错哦 其实发现十点直播呢还不错哦 就是 真的呢吃饱就可以睡觉了哦 然后稍微让它呢均匀啊 接触油墨 我以为阿咪咪在上面 在那边叫我 让它出来 这个火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火要比较大哦 那到大概温度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转中火哦 不要让它的火太大哦 不要让它的火太大哦 不然我们那个洋葱呢 容易就是炒焦 收厨房 没错 其实我现在呢 那个没有拍食谱之后 其实厨房很好收哦 因为我们不用特别 把厨房的收一个角落出来 为了要拍食谱哦 其实就是稍微就是 对 放在原地里面再洗就好 没有啊 该洗也不会会洗啊 但是就是不用再去移有了没有的哦 对 不然以前的时候要拍食谱啊 可能就是因为厨房不是很大 那你就要专门移出 控出一块区 区块 然后来就是摆拍哦 摆拍食物 那其实小姐啊 是一夜猫子哦 朋友们也是一夜猫子吗 我通常都一点多才会睡觉哦 所以如果一点多之前没有睡觉的话呢 我也是都在看电视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收这个补房的部分呢 其实还好啦哦 哦哦真的吗 我们家的鸟都睡了 我们家的鸟他在那边给我歪头耶 他在那边刺激想到过来哦 他们两个也很晚睡 可能因为妈妈晚睡的关系哦 所以他们俩根本也晚睡 那现在呢我们的洋葱啊 他已经成透状了哦 我们就可以来加我们的豆瓣哦 豆瓣炒过啊 他香气更提 我们大概加两大匙的量进来哦 我们大概加两大匙的量进来哦 哦现在你就闻到一个豆瓣的香气哦 非常的赞哦 那也可以加一些些的酱油 酱油呢先让它下来就是炒过之后 它会有个锅气的味道哦 还要加什么哦一些些我们的香萌 这个香萌啊我们在刚喝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给它摇晃一下哦 因为它这个是整颗果粒下去压炸的 所以它精油的部分呢会浮在上面 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些些果肉或果皮的沉添物哦 那要使用之前稍微摇晃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概加两大匙的量进来 它这个主要啊是要让它有一些些那个香萌的香气哦 哦先把我们的酱汁呢炒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浑水了 八点就睡了 炒上四五点就起床 诶感觉就是生活作息非常好的那个悬缝哦 不错不错我们家人呢跟妈妈一样就是叶猫子哦 早上起来呢大概就是睡到九点呢 还就是还要人家挖它前哦 你现在闻它的时候呢 刚刚是一个淡淡的豆瓣香哦 那现在呢你就可以闻到一个 哦香萌的味道 哦感觉刚刚明明说吃很饱了 现在又开胃起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水呢加进来 哦 好量稍微加一些些哦 不要加太多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加那个 乌鱼放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做调整 这时候啊我们的火呢就可以把它加大了哦 虽然我们刚刚有加那个豆瓣哦 有一些些的那个辣味了哦 那我们还是可以加一些些的盐哦 因为那个豆瓣的那个咸它不够 大概加二分之一到一大匙的量进来 哦现在滚了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那个乌鱼了 这个乌鱼呢我有请老板哦 帮我切厚一些 在煮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不会就是散开来 那如果朋友们比较厚功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先稍微加白胡椒粉跟盐 然后让它腌一下 那再沾粉下去煎 煎完之后呢 再下来红烧哦 那在吃的时候呢 它可以吸附更多的那个就是酱汁 然后表面的部分呢 也比较不会那个散掉哦 那因为这个是自己吃的啊 这样的话其实也很OK的 让它呢都可以均匀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切我们的那个蒜苗 哦 瓜尔晚上好哦 真的 现在你到那个市场的时候啊 看到那个乌鱼真的会忍不住问他哦 老板在怎么算哦 然后听到那个价钱的时候呢 真的会说 哪有这么胸呢 因为它本身呢 它的鱼肉啊 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次哦 所以小朋友呢 在吃的时候啊 就可以很放心 那这个盖子啊 我们因为直播的关系 我们用一个透明的盖子 小杰呢 可以方便看它那个煮的程度哦 我们要煮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那个肉啊 它现在是红色对不对 好 让它就是变成白色 我们就可以来下我们的蒜苗了 对呀 免之哦 免之真的是 那个 就是都有在买菜哦 乌鱼超便宜的 就是平常它 它 我们那个鱼饭呢 它都会把它放在海的 海鱼的旁边哦 然后你每次问完海鱼之后呢 再点到乌鱼的时候 哦 心里想说 怎么这么便宜啊 对 没错一大条 没有呢 我们这半条130啊 一大条其实也差不多哦 就是 反正你拿到乌鱼的时候 真的会吓一跳哦 我加一些些的水 因为我们刚刚 那个 凤梨舒畅发酵液呢 小杰加整瓶进来 然后还加了一些些的香萌 然后还加了一些些的那个 就是 醋哦 所以呢 现在有点酸 我去加个水 切一下我们的这个蒜苗 蒜苗一般我们是斜切 可是有时候就是 放进去的时候 怕它那个 就是 你也可以切成就是 断 哦 那小杰现在切的是 切粒 像我们那个做红烧 猪脚哦 或红烧五花肉的时候呢 我们把香茅 那个不是香茅 把那个蒜苗的加进来的时候啊 哦 特别的 在滷的时候特别好吃哦 那我们现在这个 乌鱼呢 它已经有 啊好笑了 我又忘记帮你们 移那个 每次滷一煮 煮一煮你们都 只有看一半哦 诶哈啰 俗兰晚上好 哈哈 这就是万二宵夜文的概念哦 哈哈 之前都用食谱 想要大家有没有 今天直接开直播哦 是不是 那我们那个 鱼肉呢 已经有红转成白了 我们乌鱼不要久煮哦 久煮有时候 怕它那个鱼身呢 会太过于软烂 那就会 就是形会不好看哦 所以它只要有红转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下我们的蒜鸟了 然后 不要翻面哦 朋友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 呃 捕鱼的人家的朋友啊 之前小姐不知道 我每次撕鱼的时候呢 都习惯把那个骨头呢 就是就是翻面哦 然后 后来呢 去了同学家吃饭之后 才发现原来鱼不能翻面的哦 他们是直接把骨头呢拿掉 哦 然后鱼身 再夹鱼肉吃哦 就觉得其实还蛮优雅的 后来我就学会了 那剩一之以就是 煮鱼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能够不要翻面 就尽量不要翻面 它的煮法呢 是一边煎 然后另外一面的话呢 是用蒸煮的方式哦 那其实都可以吃到两种风味 诶 我觉得还不错哦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鱼肉啊 不要翻面哦 我们现在就 还要再加一些些我们这个 啊 我刚刚忘了一件事情了 现在看到他才讲到 我们这个呢 香菜 买回来的时候 他会有这个香菜的根哦 那我们香菜的根的时候呢 其实你把它洗干净 加到汤里面呢 风味也很好哦 我们现在加下去 一样来得及哦 这个 让他下去 就是烧煮 那他就会有个香菜的味道 这个从哪里学来的 从那个泰国菜 哦 他们煮那个泰国菜的时候呢 会把香菜的根 放到里面去熬煮哦 那那个汤头的部分呢 就会多了一股那个香菜的清香哦 嘿哈啰 奥斯汀太太晚上好哦 今天十点应该 小朋友应该都就寝了啦 他来了 夜猫咪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煮了 那个乌鱼吃不够的话呢 我们就抓咪咪下去 顿补的概念 有没有 现在冬天到了哦 虽然高雄还是热 但是其实也蛮适合吃福的 因为每次经过那个 平红绿顿的时候啊 那个只要是姜母鸭店啊 或是什么 鳖 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卖鳖的哦 超香的 那我们这个呢 香菜叶啊 就可以把它切一切 哦 我们把那个蒜苗的部分呢 撥到边边来 让它可以就是 水煮一下 这样蒜苗的香气呢 就可以在那个汤里面哦 稍微锅子的底部呢 去一下哦 怕它那个鱼肉的部分呢 黏在锅底 哦 这个时候都在松拾家里哦 小朋友睡觉了 对不对 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呢 就可以稍微整理家里 因为没有人会再破坏了哦 对 那叫片刻宁静嘛 然后我今天啊 不是去聚餐吗 然后聚餐的时候呢 回家的时候 我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 习惯会先修照片哦 那修完照片呢 当然就是先poIG哦 结果poIG的时候 发现 我真的觉得最近鞋名的事超多 我poIG之后呢 那因为那个小孩呢 他们通常都会在IG 那个叫做走跳嘛 哦 结果他们就那个 微微就突然大叫一声 哇 这是我同学的爸爸耶 我说 他同学的爸爸 然后我说 谁啊 他是不是姓真 我说 对 怎么那么巧 他小孩是谁啊 结果他就跟我讲大鸟 哦 咦 大鸟 我在大概国中的时候 有听到的一个名字哦 结果我就说 不会反后我就从我房间 跑到微微姐的房间 我就给他看 那 看他说的是谁 结果 什么是我 现在去上班的店长啊 店长原来是我 微微 国中同学的爸爸 你说这巧不巧 结果我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找出你跟大鸟 就是你们同学的那个合照 结果找啊找啊找啊的 我还真给他找到了 当然啊是团体照哦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是 以前呢我都觉得那个电视上 演的啊都在鬼扯 有没有我觉得 就是剧本啊写的很夸张 什么 反正就是我都觉得鬼扯 现在随着这个就是 年纪大了之后呢 经历多了之后才发现 真的太阳底下呢 没有新鲜事哦 今天这个衣服哦 这件衣服呢很夸张 我买很久了哦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是 就是皮肤啊 就是衬不起来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穿他哦 所以今天呢是因为就是 怎么翻啊翻啊就是穿他了 对 阿咪今天真好 他呢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皮啊 他就是这个 说明明 看到了哦 哦我们现在那个鱼呢 差不多炖煮了差不多了哦 因为什么 我们的那个就是 蒜苗呢已经差不多入味了哦 这时候我们可以 稍微来试一下味道 哦 咸也有 微辣 还有一点点酸哦 那个香萌呢 经过时间的炖煮之后啊 他那个酸啊已经变成 非常非常的柔和哦 哦 哦 这汤汁真的好吃耶 然后为了要增添我们那个就是 这道料理的那个营养性呢 我们最后的时候呢 还会再加一些些这个香萌进来哦 哦 哦 感觉我现在好像就可以再吃一碗饭了哦 那个酱汁呢真的非常的那个 哦开胃 哦再加一些些的那个香萌进来 这时候就可以把火给关掉了 哦 关掉咯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乌鱼 移到漂亮的碗里面来咯 哦 忘了是一件事情 我们不记得用鱼把它吐过了 对不对 来 鱼 所以拿鱼来吐一下哦 为什么要拿鱼吐一下 因为我们要确定 这个鱼呢已经熟透了 好快 讲着讲着都忘记了哦 如果吃的过去呢 拉开来 他没有血水释出 哦 就表示熟透了哦 有没有我们现在压他的时候 他这个呢是白白的哦 白白的是什么 是鱼的汤汁哦 他本身的肉汁 没有红红的哦 所以这个鱼的部分啊 是已经熟了 那这个呢 我再吃吃看 他离那个锅子比较远 哦 好像还没熟耶 那我们再继续炖煮一下 好感觉 让我用这支先煮一下哦 哦 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鱼呢 有切比较厚一些哦 如果呢 你切太薄 他容易松散 然后我们切厚一些呢 在吃的时候啊 他里面还会有那个就是 鲜嫩的感觉哦 也不太容易散 哦 冰起来 明天吃更入味哦 嗯 跟咖喱的概念一样 对不对 其实呢我发现啊 就是 就是家里面吃饭人口少了之后呢 其实也是少一个人而已啊 是不是 应该是 就是我发现就是 先把一些菜呢 准备起来 当做常备菜 当做常备菜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加热 比如说像这个 那个香萌蒜苗烧乌鱼 我明天呢 就可以把它就是 就是 饭煮好之后 把它做成烩饭 哦 加一些些的 那个酱汁勾芡 就变成烩饭 然后也可以就是 把米粉或是冬粉呢 多加一些水进来 然后把它就是 进去煨煮 然后变成米粉汤 哦 都是ok的哦 所以呢其实啊 如果你 不常开火的话 或是就是 觉得每次准备菜 都很麻烦的话 你可以一次煮多一些起来 然后 当要吃的时候呢 就从冷冻库 哦或是冷藏 把它就是保存好 就是我们常备菜的 那个保存方法 要吃的时候呢 就会很丰富 不会想说 一天到晚就想要吃泡面 哦对不对 泡面呢 总是毕竟那个 不好啊是不是 哦 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是煮 大概有 哦有了有了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火关掉了哦 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哦 哦 水档档呢 切大块呢就是这样哦 感觉就是吃起来很过瘾 哦 哦 我现在知道那个 Elly说的鱼油了 诶果然呢 它那个肚子的部分啊 油的部分呢 还蛮厚 蛮肥厚的哦 我拿一个那个 给朋友们看哦 哦 有没有 它那个中间肚子的部分呢 其实还蛮肥厚的哦 有没有 哦 感觉呢就是 很好吃 我们这香菜呢 这时候啊 就可以稍微放上来 这个 那我们像我们请客的时候呢 念客请朋友啊 或是人多点吃饭的时候啊 这样端上桌呢 非常的气派哦 好 有没有 再准备一个那个炉子 然后吃火锅的时候呢 就是围炉的时候啊 哦 这样子呢 非常的漂亮 也可以保温 那在端上桌之前呢 稍微再把那个边边 噴出来的地方呢 稍微就是擦一下 哦 我们今天好吃的香萌蒜苗烧鱼 就完成咯 这个盘子 对这个盘子呢 超好用的 他呢 就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那个 拍照人的最爱哦 因为拍照人呢 每次为了要让东西看起来很满 然后就会在下面呢 就是垫一些就是东西 比如碗啊 盘子啊之类的 那这个锅子啊 他特别的就是扁哦 所以呢你不用把它垫高 他就有一个面哦 所以我真的很爱这个盘子 哦 好 谢谢Elly哦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拍个照哦 今天阿咪咪还没有跑走之前呢 我们今天让他入镜哦 对 因为毕竟他已经好几集 对 他已经翘班好几集了哦 他还生气我 你看哦 你看他超凶的 超凶的 超凶的 他只会欺负妈妈而已 他谁也不会欺负我 你拍个照哦 诶这样他他他他不会稀 你可以稍微端他哦 诶我们的香萌鱼 这个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哦 可以调饮料 然后也可以出 就是做菜的那个香萌鱼原汁来入菜了 好小姐拍个照哦 然后就这样这个 好谢谢朋友们 今天呢有比较晚哦 好好吃哦 真的 就是如果像我们家的小孩其实不爱吃就是猪肉哦 那我就通常会烧鸡肉或是烧鱼肉给他们吃 那这个今天用的这个是那个乌鱼 那如果朋友呢也可以同样的做法 你也可以做那个蟹饺 然后乌鱼腰哦 或是什么其他的 大概就是大概就是类似这个做法哦 对 香菜撒啦 香菜撒啦 只是被那个淋住了啊 那我们再撒一些 他们有个立体感对不对 我们再撒一些哦 有 有啦我刚刚就是让他呛 那个叫做呛锅吗 对 让他呛一些 然后撒了撒了 那我们再拍一张好了 哈哈哈 补照片的概念有没有对 各种补照片哦 像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习惯帮就是朋友们 就是留就是叫做拍照留念 那我如果当下呢 发现那个照片不好的话 我也也是会补照片的哦 因为你都一趟路出来了嘛 肯定是要把照片拍好再回家的啊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就是菜色呢 就是介绍到这边 那我再跟朋友们就是分享一下哦 我们的那个台湾好甜呢 他有这个还有这个乳酸菌 这个乳酸菌呢 小姐已经就是每次都强调他 真的超超赞的哦 随形包 你这个呢放一些在包包里面呢 随时补充肠道内的好菌 哦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哦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乳酸菌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香萌西西粉哦 有喝过我们香萌的朋友呢 就知道我们香萌呢 因为他脂化素非常的高 然后他里面的那个就是酸度也非常的高哦 所以呢有些朋友啊 他就是刚喝我们香萌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些的就是 会觉得哦 那你这么刺起来哦 因为呢他的酸度真的说实在比 比那个柠檬多好几倍 当然了他的营养也比柠檬多好几倍哦 那我们那个台湾好甜他非常好哦 他把那个香萌呢 就是用生机的方式呢 把它做成粉类哦 倒给朋友们看哦 哦他这个呢 就是打开来就可以食用了哦 那你就可以把它倒到嘴巴里面去 有没有哦 他用生机的方式呢 把它变成泡沫状 然后你就可以单吃 因为他这个非常泡沫非常的细哦 你单吃倒到嘴巴里面 就可以就是融化了 那或是你把它搭配那个水喝 哦都很赞哦 讲着讲着又有口渴了 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美容师哦 帮我弄头发的 他的专长呢就是把我头发弄乱 人家是把头发弄整天还是把头发弄乱 哦 不要很绿 没错 我本来呢用这个香菜就是要让它绿的 没错 那个Elly突破盲点哦 结果我们把那个 汤沾到里面都没有绿了 对 变成白准备了 但是有些人我也就是觉得很妙 喜欢香菜的人就喜欢香菜 不喜欢香菜的人就是各种 各种不要香菜哦 对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哦 那我们的直播呢到这边结束了哦 我们星期五见 拜拜 晚安喽 好